我跟妳講 那這個確實實是大浦案的翻版 你想不是嗎 盡頭前屏東縣議員蔣月惠 大罵縣政府拖換大陸工程 強拆民宅是大浦案翻版 控訴程序根本沒走完 他房子給我們拆了 法院等到要來開庭的時候 你們的房子都被拆了 你們都同意了 那你還要來開庭幹嘛 所以我要擋就是要擋這個 我覺得他們那個程序不震盪 不正義 房子都拆了 上法院被拆遷戶 權益恐怕受到影響 想約會打算肉身擋怪手 卻被圓警團團包圍 更不滿 謝不說補償金已經發放 但有住戶根本想退都退不回去 痛批潘孟安蠻幹 如果不是強拆 為什麼要動員近百名警力 五點就集合 住戶揭露事實真相 是聽律書 是 發音會在拆嘛 行政法會在拆嘛 行政訴訟 行政訴訟 去拆啊 那幹嘛 你幹嘛行政訴訟 還在拆了 還要在拆 八個五點才拆我的範圍 人家你說說 你讓你範圍你聽牙 住戶控訴 拆遷前先斷水斷電 再找來怪手 等於把刀架在他們脖子上 還拿同意書軟硬兼施 再聽聽當時潘孟安的說法 我也來自基層 我相信的是用溝通取代強制 顯得格外諷刺 記者莊群城 S1小組 台北高雄不倒